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关注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故事 首先 北约峰会即将召开 全球领袖其巨华盛顿特区讨论北约的未来 拜登能否在峰会期间证明自己仍然是特朗普的有力竞争者 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拜登家族与其助手之间的内部斗争 随着拜登在辩论中的失误 这场长期存在的紧张局势终于爆发 家族成员试图更多的插手其竞选和白宫事务 这场戏剧性的内斗已经激怒了一些拜登的工作人员 最后 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现状 商汤科技和阿里巴巴在AI技术上的最新进展 激烈的竞争让市场变得异常紧张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火拍 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关注三大引人注目的新闻故事 首先 北约峰会即将召开 全球领袖齐聚华盛顿特区讨论北约的未来 拜登能否在峰会期间证明自己仍然是特朗普的有力竞争者 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拜登家族与其助手之间的内部斗争 随着拜登在辩论中的失误 这场长期存在的紧张局势终于爆发 家族成员试图更多的插手 其竞选和白宫事务 这场戏剧性的内斗 已经激怒了一些拜登的工作人员 最后 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现状 商汤科技和阿里巴巴在AI技术上的最新进展 激烈的竞争让市场变得异常紧张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想点就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欧洲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新任英国外交大臣大卫拉米 他在这个充满巨大外交政策挑战的时刻上任 强调英国必须在全球气候变化政策 和与欧盟及全球南方的关系上进行重大重置 拉米将展开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旅行 首先前往德国波兰和瑞典 然后和首相基尔斯塔莫一起参加 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 他的目标是重新连接这个危险且分裂的世界 并强调与欧洲伙伴在能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他还希望超越传统的邻国和大西洋彼岸的关系 专注于与全球南方国家的重置关系 这位新任外交大臣面临的挑战巨大 但他充满热情准备卷起袖子迎接未来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之音中文网最近对于建议勇为 施救日本母子的英雄胡有平的讨论还在继续 由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中共反美仇日宣传影响 对胡有平的英雄事迹缺少公正客观的评价 本期视频就来介绍美国给予英雄哪些荣誉 在美国英雄事迹通常会得到广泛的媒体报道和社会认可 甚至可能获得总统颁发的奖章或其他形式的官方表彰 美国社会对于建议勇为的英雄有着深厚的尊敬和感激之情 这种文化氛围无以鼓励了更多人站出来帮助他人 希望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对待英雄的不同态度 能够引发大家对这一话题的更深层次思考 卫报2024年7月6日 在加沙停火提案中 哈马斯终于松口接受了美国调节的新提案 停火的曙光出现 埃及官员和哈马斯代表确认 哈马斯已经放弃了以色列必须彻底结束 战争后才能停火的关键条件 新的分阶段协议计划在六周的停火期间 逐步实现释放人质和撤军等目标 然而尽管有这一进展 各方在如何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问题上 仍存在分歧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此表示怀疑 并誓言要摧毁哈马斯 与此同时 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土耳其也在进行相关讨论 期望能够实现停火 天下文章2024年7月7日 在中欧电动车关税之争中风波远未平息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CAM对欧盟开始加征 中国进口电动车的返补贴临时关税 表示强烈不满 认为调查忽略事实 预设结果 欧盟已经对中国电动车加征最高37.6%的关税 但这些关税在今年11月的中裁 钱都是临时性的 未来四个月内 中欧双方将进行密集对话与磋商 中企协会和上企集团对此坚决反对 并要求举行听证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希望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欧盟的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中国车企获得政府补贴的具体情况 并对不同车企做出相应的税率调整 上汽集团应接受的政府补贴最高 被加征了最高的反补贴税 比亚迪和吉利由于获得的补贴较少 反补贴关税也相对较低 尽管对话密集 但北京显然没有能够劝阻欧盟 放弃加征临时关税的目的 双方将在未来四个月内加快谈判步伐 希望在临时性关税变成永久性 关税之前达成共识 香港电台 中国国防部公布 中国和白俄罗斯两国军队 将于本月上中旬 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市附近举行 雄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 这次联训以执行反恐怖行动任务为背景 双方将采取混编通讯模式 共同完成营救人质 联合反恐行动等科目演练 旨在提升参训部队的训练水平和协同能力 深化两国陆军的务实合作 这次联合训练不仅是两国军事合作的具体体现 也是双方在反恐领域加强合作的重要举措 华尔街网报 今天的华尔街网报 带来了几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 英国新任外交大臣David Lammy 正在积极推动英国 在全球舞台上的重新连接 他强调 英国必须在气候变化政策 和与欧洲及全球南方的关系上 扮演重要角色 Lammy计划访问德国 波兰和瑞典 并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 以重置与欧洲的关系 接着 我们来到日本 记录室市长正在考虑对外国游客收取更高的门票费用 以维护已有400年历史的记录程 这种做法在日本逐渐普及 但也引发了如何公平实施双层定价的讨论 最后 我们聚焦NASCAR的最新动向 他们推出了首款电动赛车 目标是让电动车变得酷 好玩且易于接触 这款赛车的加速性能几乎是顶级燃油赛车的两倍 并且可以几乎立即停止 NASCAR还计划在全美15个赛道上 部署更多的电动车充电站 以推动清洁能源的使用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台今天带来了一系列 关于中国和香港的新闻 首先 习近平一句话得罪了众多军头 导致半年内展落了36名副部级官员 显示出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强硬手段 然而 这些举措也引发了对其政绩的质疑 被认为是政绩无效的象征 同时 中国优才计划在香港引发了巨大争议 这些被称为公贼的内地人才 被指责带坏了香港的职场文化 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 香港市民愤怒地质问 为什么这些人不把自己当人看 反映了内地与香港 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的深层次矛盾 六度解析 在六度解析节目中 我们深入探讨了拜登政府面临的危机 拜登原以为自己掌控了一切 但事态却愈发恶化 在一场辩论后 拜登的高级助手们 试图控制损害 但效果不佳 北卡罗莱纳州的高调演讲后 危机不仅未能平息 反而加剧了竞选团队内外的质疑声 尽管拜登在公开场合表现出信心 他的支持者 捐助者和顾问们 仍对他的能力产生怀疑 更糟糕的是 拜登在辩论中的失常表现 引发了党内的争议 一些民主党领导人 甚至开始讨论 是否应让副总统哈里斯 接替他的位置 拜登的竞选活动 因内外压力变得更加艰难 他的表现 时常显得疲惫和不连贯 进一步削弱了选民 和党内人士对他的信任 连续几周的危机管理失误 凸显了他的竞选团队的无力感 甚至一些曾经的支持者 也开始动摇 拜登是否还能扛起总统的重任 成了这场竞选的核心问题 经济日报 比亚迪01211据报 计划在土耳其投资10亿美元 约78亿港元 在土耳其西部 新建电动车工厂 外电引述 土耳其官员表示 土耳其将很快宣布 与比亚迪就建厂达成协议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预料 将在马尼萨省举行的仪式上 宣布该协议 比亚迪和土耳其总统 均不予置评 由于土耳其与欧盟签订了 关税同盟协议 新工厂可能使比亚迪更易 进入欧盟市场 此外还可服务于 土耳其本土市场 去年电动车占乘用车 总销量的7.5% 土耳其今年6月曾宣布 对自中国进口车 征收40%额外关税 但在总统埃尔多安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后 土耳其决定不执行这一行动 香港新闻台 在今天的香港简报 国语版节目中 我们关注到香港的 冲击奇观艺术装置展 因被创作者批评为 非常丑陋而引发热议 尽管亚美尼亚艺术家Joanne 对作品表示不满 主办方中央场地管理公司 CVM仍坚持展览 将持续到8月11日 此外 香港政府表示 在高端出租车队伍上路之前 赞不对Uber进行打击 预计这些高端车队 将在明年中期开始运营 最后 中国政府批评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 诽谤香港的民主状况 指责其无是香港的发展现状 并违反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这一批评是针对领事馆 在社交媒体上的一则贴文 该贴文提到 联合国审查显示 北京违反了香港的人权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一名哈马斯官员和一名埃及官员透露 哈马斯初步同意 美国支持的加沙分阶段 停火协议 放弃了以色列预先承诺 彻底停战的关键要求 这一妥协可能为进一步停战谈判奠定基础 但协议尚未保证 加沙卫生部称 以色列对努塞拉特 难民营一个学校改成的避难所 发动空袭 打死至少16人 打伤50人 包括儿童 华盛顿的分阶段 停火协议会先开始 6个星期的停火 释放老病和女性人质 换取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 期间 哈马斯 以色列和斡旋方 将讨论第二阶段 释放剩余男性平民和军人人质的条件 第三阶段 包括返回任何剩余人质 并开始几年的重建项目 内塔尼亚湖办公室 没有回复评论要求 华盛顿也没有立即评论 很多人质家人 表示对停火协议 感到希望 新岛日报报道 圣河西地震将在本轮美直联赛中 主场迎战芝加哥火焰 圣河西地震在西岸排名垫底 最近三场比赛 紧攻入两球 显示出进攻法力 芝加哥火焰 在东岸排名倒数第三 场均进球数 仅为1.3球 位列联赛倒数第五 考虑到两队的进攻 表现不佳 加上比赛环境的影响 预计本场比赛的进球数不会太多 推介选择入球大戏盘中的戏盘 合理的中位数为三球或三球半 中国新闻01的六度中国节目 带来了三则引人关注的新闻 首先 瑞士新苏黎世报 评论指出 普京提出的欧亚大陆新安全架构 最终受益者 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普京的多极世界构想 和与乌克兰的和谈条件 背后隐藏着驱逐美国 与中国共同主导欧洲的野心 接下来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 评论认为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 征收临时关税 虽然合理 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最后 湖南洞庭湖堤坝 绝口引发关注 有网友质疑 85亿元低房加固工程 是否打了水漂 官方澄清 绝口的团州院 并未包含在加固工程内 目前救援人员 正全力封堵溃口 新岛日报报道 今日复热带高压级 正覆盖中国东南部 骤雨影响广东沿岸 本港地区 今日部分时间 有阳光 有一两阵骤雨 日间酷热 市区最高气温 约34度 新界在高一两度 吹青微致和缓南 至东南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 日间部分时间 有阳光及酷热 亦有几阵骤雨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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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M's to outer space We've got the facts in one great place For kids and grown-ups too We've got the A to Z for you We've got the A to Z for you